不管是龍鳳胎還是雙胞胎 在家裡面的生活時間也很長 對 而且兄弟姐妹一起長大 小時候最長期爭執的 就是家事誰來做 對 所以今天要考驗大家的是 最討厭做的家事排名 什麼我都討厭 對 你們兩個就想說 以前什麼他不做 他叫你們去做 那個就對了 他什麼都不做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這一回合有一個雙胞胎 你跟我拿一個選項 你覺得他的名次很前面 可以拿高分 你可以使用雙胞胎 讓他分數雙胞胎 拉開你們跟對面的場面 但只能用一次 所以你要想清楚 但是那個也是要用在分數高的 對 因為你如果秀出來就20分 哇 那你只是40分而已 沒有加高 加不到 如果0分 我要更慘 我們就曾經有人補到0分 好 有 可以摔了吧 好 我們先想一個 Ago最常叫你們做什麼 第一個我覺得最討厭做的 就是洗碗 洗碗 對啊 洗碗的確 因為洗碗是每天都要洗 對 家裡用它 它不像其他 有的時候可能不用天天做 而且不然不會那麼多廣告 都推廣什麼洗碗筋 而且有時候現在冬天有沒有 叫你去洗那個碗 手會裂開 那個洗碗筋 以前舊的洗碗筋 沒有那麼環保還會吃 沒錯 所以洗碗一定有 所以你們答案是 洗碗 洗碗先 洗碗 這個答案有 要用這個嗎 我泡分數很低 因為這個感覺 這應該太籠統 這個洗碗不是最高就是最低 對 這個很難講 這個先保留一下 我們先保留 洗碗 這個答案有沒有 洗碗恭喜第二名 這麼高 什麼 這個高可惡 應該用的 可惡 洗碗就是你知道 吃飽都會飽困 就是想要耍廢 還要去洗碗 而且很多人都是吃完了 就放在那邊 就死不死了 我 我就自己這樣做 然後放在那邊 你好歹放著你也泡個水 對 泡個水 結果後面要去洗的時候 那個油垢已經黏在碗上了 不是 你泡水那還是後面的 對 你前面你吃完了 可能比如說有一些廚餘 或有一些湯 你不想喝 那你也把它處理掉 沒錯 那個晚上 你不想洗 稍微泡個水沖一下這樣嗎 而不是說上面還有廚餘 還有殘渣 你就放在那邊 你是在說小寶還是大宝 我是在說就是 我們管理員 管理員 管理員到你家吃飯 不是 他在吃飯我就旁邊看 是這樣 40分 這一定很棒 對啊 40分 還好 阿姨 你看他們這些年輕人 家事 都不做 你從年輕做到現在 你什麼家事 沒有 我們都做到人了 我們是老公主 老公家事的 不是家事 家事都是我們其他人在做 這題你們應該很好答 對 對啊 妳覺得應該是找廁所吧 沒有 我跟你說 不是 而且手廁所一定要 一定很高分 掃廁所一定有 但是我覺得 很多人是不折衣服的 一定想看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有折衣服 大部分的人不會折衣服 晾衣服也不喜歡 對 不喜歡 可是掃廁所一定很高 他們兩個是不是從小就在吵 對 從小到現在還在吵 還在吵 剛答題的時候就會吵 他說你為什麼不討論 我說你為什麼要先按 就用麥克風 來 那兩個選一個 掃廁所啦 一定很高分 然後而且要Double要不要 掃廁所 我現在就來看看 好 掃廁所 掃廁所 要用這個嗎 要 他們的答案是掃廁所 而且要用Double卡 這個答案有沒有 恭喜第八名 說到廁所的浴室 Double卡 因為廁所就有味道 而且女生一定會掉頭髮 你剪頭髮 頭髮很輕很細你怎麼剪 而且廁所還有那個 澡氣 水管的味道 舊公寓的味道 家裡有男生的 常常那個上廁所在那邊 澆花 然後不鮮啊 對 我真的以前去長輩家的廁所 那個長輩男生真的有糖尿病 然後他那個尿垢 可能會滴到馬桶 真的有螞蟻 螞蟻櫃子真的有螞蟻 那個會耶 真的會有 所以恭喜30分 Double以後變60分 60分 對 我們可以講 她Double一個 她Double最低的 我們搭一個 我說真的 其實她剛剛雖然是第8名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排行榜就8個 7 8名其實相對在排行榜上面 名字比較冷門 所以分數會比5 6名再高一點 4 5 6才20分 對 所以他們有30分就變60 是 對 你們剛剛有講一個 哪一個 什麼 倒垃圾 倒垃圾的話會不會在比較中間 因為很多倒垃圾直接榴樓下了 你在中間你就不要用倒垃圾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倒垃圾可能中間 倒垃圾我覺得一定有 倒垃圾 這個答案有沒有 恭喜第4名到我那次10分 那沒關係 要我那邊有用 對 有一些是你還要回收 對 我有一次就是垃圾倒 我去追垃圾車 那時候住公寓對不對 是 他不給我丟 沒錯 因為他一拿就看到 你這個分類要回收 然後我就載垃圾車旁邊 在那邊自己分類 回收 對 然後還有說除雨什麼要拿去 旁邊的阿姨以為你在幫她搶工作 沒有 我這邊回收旁邊有個阿姨拿她們家垃圾給我 她以為我是專門做的 分類的 所以那個倒垃圾還是要 穿著打扮 還是要啦 沒有 我就穿這樣去啊 很好 非常好 不然你剛才那一套軍裝借我 剛才那一套倒垃圾 對 太可怕了 太好害 現在20分加上去 他們60 對方也60 打成平手了 平手 還有八個卡 對 真的 其實我個人也很討厭倒垃圾 我剛本來要打倒垃圾的 對 其實妳還是要堅持摺衣服嗎 對 妳要不要換別的 我跟你講 妳們要選高的 因為妳們的卡用了 她們還沒用 真的 妳們有沒有選到高的 她隨便一個 最討厭的 對啊 她隨便一個50分 40分 Double上去還得了 她最好是Double卡用在20分 對妳們殺傷力不大 如果妳們選到20分的 妳等於把它那個 踩到20的機率又 有道理耶 又把它拿掉 妳有聰明喔 所以妳要嘛就選最冷門 要嘛就選高一點的 妳不要選中間的 對 要嘛 我覺得最花時間的 所以是什麼 掃地拖地那種 會不會太普通 是有點普通 可是我跟妳說 真的很多人不喜歡掃地拖地 他們寧願去Double Double社有分兩種 一種不想打扮 不想出門 一種是他不想花時間 因為Double社很快嘛 所以他相對起來 他就覺得掃地要掃很久 對 掃地是掃整個家 所以有那個掃地機器人 對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先掃到好 掃地 那麼基本的 掃地拖地這一種的 有沒有 掃地恭喜第三名 太誇張了 掃地拖地 其實掃地除了耗時間以外 還有一點是 很多人都過敏 有時候你怕一掃 灰塵又被養起來 對 而且有一些灰塵是很輕的 越掃會越髒 是 所以恭喜 40分 現在加上去100分了 好 不用的話 差距越來越大了 很可怕 我們不會大 我們看狀況 因為你看掃地也到第三名了 那我覺得就洗衣服 晒衣服這種 也有機器的 這個也大家也要看 對啊 因為你洗衣服又要分類 對不對 然後還要晒 對啊 還有一個也是 現在外食族很多 其實你是我們這一隊的吧 你們是我們這一隊的 我們在講出來說 那你兒子又在講 你跟你 你老公那麼忙 他有沒有做家事嗎 都是我在做家事嗎 都是我在做家事嗎 他會做 都是我在做家事啊 你看 叫不及喝一攤的 對 以前都叫你們做 對 我們在做什麼事啊 莫特嫁到一個醫生 都要他做了吧 你要看那個環境的當下 那裡有人可以使喚的時候 你可以使喚 你在講啊 你在講啊 外依你講啊 但是你沒有人可以使喚的時候 你只好使喚自己 對 那要不然 嘿 你們的答案 我想到還有一個 煮飯 對啊 我就說外食族很多 就是因為大家不想煮飯 對 那是一連罐的 還要備料 還要備料 男女不煮飯 後面拿來的洗碗 對耶 洗碗都第二名了 沒錯 因為像我就是一開始跟我 那時候還是男朋友 還不是老公的時候 我就會表現得很勤勞 就是想要 你都煮給他吃 對 想要煮飯 怎麼跟你講 煮完以後 後面那個洗碗 超痛苦 而且 然後你就打電話叫 瑤瑤阿妹去洗 沒有 還是自己洗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人 都是自己住 或是兩個人住 你煮飯除了備料之外 你那個菜 食材你根本用不完 超完備 我簽一個菜 就多一把刀跟砧板 有 而且有時候你去測試場買一買 搞不好你買兩個便當 還比較便宜 沒錯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我們要改煮飯 要不要這個 因為它不可能在中間 它要碼是1 要碼是7 是吧 對 因為煮飯 對 煮飯 它不會在中間 你現在說40分 你說要跟洗碗比起來 煮飯應該更麻煩 對 它要碼是1 要碼是7 不會是在5 6 煮飯有時候煮一煮 整個那個廚房都燒起來 對 油煙又很多 要重新裝潢 重新裝潢 要不要用 換房子 我覺得可以賭一把 我覺得可以賭一把 好的 煮飯 它還用Double卡 這個答案 有沒有 煮飯恭喜第一年 28成 還有第一次大碗 耶 你要煮飯 還有洗碗 有外食廚 咖啡料 煮飯 洗碗 根本18成低於 是 所以有一些那種 兩個人 小夫妻或情侶就會分工 就是我煮 你洗 它50分加上去 現賺100分 加起來160分 漂亮 怎麼辦 差好多 太多 怎麼辦 那個Double卡 用到50 整個超越 都你 沒 為什麼 沒有Double卡 他就在這個超低分的 可是30分也滿高的 30分不錯 要冒險精神 不然換一下媽 你覺得什麼家是最討厭 你以前都不做家事 你叫不動 你這個叫不動 他們幹嘛 我很少叫他們幹嘛 真的 對 白日 我知道了 我媽 我媽房間很亂 我每次要去打掃 都會被他罵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讓人家打掃房間 我媽有 不是 我有我自己整理的方式 它弄了我會找不到 亂中有序 對啦 就看起來雖然很亂 但我都知道東西放好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整理房間 要不然就是洗衣服 晾衣服 你不要說 你是要那一對的是不是 沒錯 我剛剛有知道這個 我剛剛有知道這個 講一個 講一個 我覺得是整理房間 因為 要收納 因為要做的事情很雜 因為整理房間 是整齊的問題 可是掃地拖地是乾淨的問題 是可以無腦的 你就掃 但整理房間都要動腦 對 你要動腦 要歸類 要分類 對 亂捨離 而且還要記得放在 是 所以整理房間 這個答案有沒有 整理房間 恭喜第七名 蛤 第七 因為很 你知道現在有一個新興行業 叫整理收納室 對 就是為了配合很多人 不會整理房間 主要是你不知道東西怎麼擺 才可以有更多的空間 然後還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整理房間CP值不高 因為我今天整理完 我明天又亂 又亂了 沒有 我才 我上 前幾個禮拜我才找整理師 來我家整理 結果呢 我跟你講你整理完以後 你花那個錢 你就會捨不得把它弄亂 你真的就會想要把衣服 疊回那個樣子放回去 所以我覺得那個錢 也是花的很值得 可是我跟你說 一個月後再說 我都免費的 我都免費 因為我過年的時候 沒辦法在家我出國了嘛 回來我房間變乾淨了 誰 誰幫你整理 我不夠打掃的 不會 這真的該幹出來 那我今天藍絲衣服找不到 我還在心裡 幹嘛幫我整理房間啊 對 不會 會找不到 網友不要 我開玩笑的 網友不要那個 不是 他真的幫我整理房間 他很貼心 獲得30分 加起來130分 不要掉以輕心哦 對 如果你們 他們還在追 你們這一個沒打到 他們連打兩個說不定就 不會啦 洗衣服 如果你這個對他們 因為我們剛剛本來 洗衣服晒一強 對 這個一定有 洗衣 晒衣 對 因為很多洗脫紅的衣服出現 對 你不想晒衣服啊或是什麼 有的不是連衣服都可以洗 對 沒錯 洗衣 晒衣 這個答案有沒有 沒有 一定有 恭喜第五名 謝謝 因為我跟你講 其實有時候洗衣 晒衣 還會麻煩的是說 冬天的時候衣服拿起來很粗 還要收納 然後尤其女生 有的身高不高的啊 我每次晒衣服很累 因為我都要踩椅子 然後上上下下 對 對啊 所以就是滿累 然後你會一直抬頭 而且脖子也很痠 你知道嗎 還有那種可能 你夏天衣服洗完了 然後你可能還在忙 來不及晒 你隔一兩個小時晒 就臭掉了 它臭掉了 那也超麻煩的 那現在有一些人也是覺得說 他晒衣服 他的陽台如果是 反而是陰封面的話 他覺得他晒了 反而還沒有烘得來的乾淨 沒錯 所以他們覺得說 都有灰塵 都有灰塵 對 恭喜 20分 又加上去下180分 好 我們最後剩一個 20分的 很難 那個是什麼 對 還有什麼答案嗎 對啊 你們 拖地吧 蛤 拖地講過了啦 沒有啦 你剛剛講掃地 對 我們也要掃地啊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講 插窗戶 那不然想拖地 拖地這個答案有沒有 對 其實拖地就是 第六米 喔 有 拖地 插地 對 因為拖地真的很麻煩是 你的地板要對應到正確的拖把 不然有一些拖把一拖過去 你那白磁磚就看到 黑黑的毛線 水痕 然後還有毛線 其實你會覺得 怎麼越拖越長 所以有些人就乾脆 撕拖一遍又跪著用乾的再拖 就貴婦有沒有 真的 太累了 所以太辛苦 因為他們家七十幾坪 誰 不可能啦 好羨慕喔 怎麼可能 不可能 管理員的家 好羨慕 都是我們的公社 原產 好的 那我們這一關呢 龍鳳丞翔拿了180分 恭喜龍鳳丞翔 可以經歷我們的 百變終局之戰